星期一啊 最开心的一天 把娃送到学校以后就自由了 所以今天呢就是吃饭加按摩 跟夏小姐去吃个Bronch吧 我们找了两家 第一家店过去 倒闭了 只能又开过来到古城这 古城它是在帕新寺旁边 SP Chicken这的 南版来清湾那么多年 第二次叫停车费就是在这 因为实在这个旁边没有地方停车 我们吃饭的地方就在这 叫Sunrace Coffee 它吃不让吃的 然后20块钱停车费 太值了 看看东西咋样啊 这家店的评分还是不错的 好吃不好吃不知道 先去看 好像不大 有位子吗 有位子吗 哦还好还好 运气好运气 这个地方不是很大 12345 里面有五桌 外面有算三桌吧 勉勉强强算三桌 一桌两桌三桌 我们知道有里面一桌 刚刚有人吃完离开 不然的话还都吃不到了 今天也有 老外满多的啊 估计口味应该还可以 鸡蛋和什么蛋 空心的 这些蛋应该只是装饰品 Sunrace breakfast and brunch 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 看看东西怎么样 这是饮料单 我要点吃了 摆盘还可以啊 夏小姐还说摆盘不行 我觉得还行啊 这照片不挺好的吗 哇 我看蛮健康的嘛 嗯 各种水果吐司 我要吃有肉的 这菜单我扫了一遍 就太健康了 就肉很少的 大部分就都是什么又是蔬菜 又是水果的那种各种配菜 配了一大堆 像硬一点的不多 只有一个炸鸡 好像算是比较硬菜一点 算了 那今天就健康一点嘛 也好 清肠胃了 你吃什么 吃这个 我吃了Sunset 然后再点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 哪里有Sunset 你点Sunset 我点Sunset 我在两个中间 犹豫了 犹豫了 下一点点一个不就行了吗 这个不点 Nature说不对 我今天又摆住了 我今天要吃他们这儿的Signature 这是英国伦敦腔的 Signature Signature Shop 下 看一下这个店的环境 一分钟就能看完 好 其实只是看的话 十秒钟 很小的一家店 这跟那个上一次来吃 就上一个视频的那个老头子老太太家的那个brunch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 那家感觉就挺peace的 但这里就太局促了 味道说不定这里更好一点 价格也是贵 但是 其实说句实话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种brunch的感觉 我感觉这种地方就是坐不久 吃完我就想马上走 但希望它东西不会让我失望嘛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那种 哪怕食物品质没有那么好 但是环境更舒适一点 可能这也是一种轻度色恐的感觉啊 就是不喜欢人多人渣 所以人一多你就觉得很局促 你看现在我周边大概就一米 一米的方圆是没有人的 过一米东来西北就全是人 就吃火酒还那种宽宽大大比较宽敞 其实东西的味道说几句话 这种东西你说真的有什么经验 多好吃也不太可能 只要不是太差 我还是更喜欢就环境的体验啊 餐饮啊 就反正机油吧 反正我觉得今天我就是来机油的 这家店没没尝过 就尝一下 我现在对他的期望不是特别高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万一他真的做的还不错的话 那会有一个惊喜啊 这是夏小姐的Sunset 蔬菜 薯格 培根 鸡蛋 还有个玉米 嗯 还有个无花果 相对健康 但我觉得要说多好吃 我其实还是吃保留意见 我要点的 这儿的一个 巧克力的signature 饮料没有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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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只能特儿休息次啊 点了一个泰版的深夜拿铁碗子 一般 一般他的 他咖啡是重度烘焙的 太苦了 我太喜欢喝这种重度烘焙的 中度是很好 这个是夏小姐的拿铁 他说他点拿铁就觉得这拉花很好看 但我感觉 他被照片了 很平凡的一个拉花 而且这么热 还喝热拿铁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这些菜的味道怎么样吧 咋样 就这样 就这样 哦 好吃吗 这个菜和那个三兄弟比 我看看我的signature来了 然后我这个signature和这个夏小姐 signature呢 其实大同小异的 配的蔬菜都差不多 我的量可能大一点 然后我比他多一个 这个羊角面包和可颂 多两个煎蛋 然后但是夏小姐是 多两个薯格和一个玉米 其他都差不多 就摆盘都也差不多 然后虽然我还没吃 但我已经敢大胆的预言了 就对我来讲肯定就一般 我说为什么 因为知道老外特别多 就老外的口味和我们的口味 就真的是不太一样 就中国味啊 就真的 不是说这个东西肯定不好 只是说对于我来讲啊 不适合bronch 我同意夏小姐的看法 也不是不适合 就我们不适合这种bronch 对吧 适合的方便面 方便面 硬菜我觉得还行 而且价格还便宜 这种就太欧美了 就欧美人肯定很喜欢的对吧 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灵魂食谱 但中国人不是 先给鸡蛋淋一点点酱油 有点无从下口 先吃什么好的 我一起来给大家先尝一个 先尝个这个萝卜吧 再来点菜 健康的 健康的一天 从吃蔬菜开始 看什么感觉 有个怪怪的味道 是那个菜吗 是一个什么菜的味道 有点一点点辣 怎么说呢 对我来讲 就是很平凡无期的一个东西吧 没有太爽 为什么这叫Sunshine 肯定会有两个蛋 有两个太阳 阳光 太阳蛋 Sunshine 然后那个夏小姐 为什么叫Sunset 它没有蛋 没有太阳 这种蛋 Uncle Roger说过 这种就是西方人的蛋 白蛋 东方人 亚洲人 我们还是喜欢吃 油炸的比较多的蛋 那种才香 不给大家演示 看这些东西 大家看了就知道 大概什么味道 这种和颂也就那么回事了 还蛮健康的 大家要去按摩了 好东西吃完了 然后结账490几泰铢 100块钱不到一点点 两样东西两杯饮料 你真的说贵也不算贵啊 毕竟我觉得它应该算比较正宗的那种西式的那种bronch 不是特别适合我 上个视频你们应该看到的啊 我们三个人点了三个菜 四个菜 两个饮料 然后才420台 就是那对老夫妻的那个啊 所以说这个 如果你让我选我会 如果我一定要在两家里面再选一家再取 我肯定是选那对老夫妻的 那不是因为他们便宜啊 只是因为他们的环境 我觉得更舒适 这还是太局促了 有那种那种感觉就很不舒服了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喜欢城市氛围 或者更正宗的那种英欧美口味吧 那你这家店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但我们是中国味嘛 就还是喜欢吃一点 你只要就卤的一些 或者什么更入味的一些那种东西 这个太健康了 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键三连或者参加点赞 谢谢再见 拜拜 有粉丝来当邻居了 不敢想 你去这一回事情 然后给他送个小米的空气精华器过来 因为他们租的房子也在我们这里 新房子家具都是新买的 担心有甲醛吗 他带两个孩子过来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没什么大用 好像这个空气精华器还是房屋买吧 能治甲醛吗 但反正开了吧 多少有点用吧 小朋友很快就玩到一起了 他们动作蛮快的 新车都买好了 也不是新车 二手车 一个本田的1.2排量 城市带带步不错 好 这个距离我家就有100米 我没100米就50米 哈喽 哈喽 有电视机也送过来 看来还可以吗 这是有那三星的了 好像是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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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